如何停止内耗 想要反内耗就先了解你怎样被人内耗 你的对手每天怎样消耗你 别人消耗你 成为反内耗体制的黑暗法则 第一少反思自己多指责别人 攻击是最佳防御先甩锅 一切罪过与我无关一切功劳都是我做 职场工作上的小人往往这样做 往往最辛苦的做的最多还被吐口水 最奸诈的吃香喝辣 第二点放弃素质去骂别人 第三点 言以待人宽以待己 第四点如果你是对的 切记要得理不饶人 如果你是错的那就发发脾气了 第五呢 开车时候骂骑车的 骑车的时候骂开车的 走路的时候两个都骂 第六点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鬼都让住你 够无耻不内耗 就能消耗别人 第七点白天当保安骂送外卖的 晚上送外卖骂当保安的 第八点开车的时候两种人都要骂 不让我插队的 另一个是跑到我前面插队的 第九点只要你没有道理 道德就绑架不了你 第十点做错了事不要紧 慢慢想怎么办 责任推给别人 宁可我父天下人保护自己第一重要 第十一点 做事呢要三四二后行 多问别人凭什么 关我屁事关你屁事 第十二点别问自己为什么 一切责任与我无关一切功劳 皆归于我除了我全部都是错的 第十三 得理不饶人 没礼便到对方昏 关子两个口 黑白可颠倒 秀才遇上兵 有理说不清 干 就完了 第十四点生命要继续 能靠别人就不要靠自己 能怪别人就不要怪自己 对人关你屁事 对事关我屁事 心够黑 手够辣够畜生 从此你就不内耗了 对事关我屁事